大家好 歡迎收聽阿塔男孩的跨旅程 透過這個節目跟你聊聊那些你想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還有你該知道的跨性別議題 分享我在這條路上的經驗故事 跟蒐集來的醫療資訊 幫助你輕鬆掌握跨的大小事 無論你是跨性別還是順性別 快跟著Devin一起踏上這段奇幻旅程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Devin 歡迎收聽第七集的節目 那今天就要來填一下我上禮拜幫自己挖的坑 就是平胸手術這件事情 上禮拜談到了就是我心境的變化 那今天的話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平胸手術 大概是什麼然後會有什麼樣種類 什麼樣的方法然後可能價錢流程等等的 稍微跟大家談一下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非常多人會私訊我問的 因為不只是跨性別男性會需要動這個手術 很多在女童之中比較陽剛的角色就是所謂的T 也會希望可以動這個手術 所以這方面的資訊其實蠻多人來問的 那我今天呢就稍微整理了一下 有人問過我的還有網路上大家分享的 或是大家常常見的問題 然後整理起來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稍微潛談一下所謂的平胸手術 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個心路歷程 那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出發囉 其實就像我剛剛提到就是很多人都會想做 就不只是跨性別男性 還有很多的T也會做這件事情 那至於跨男跟T的這種愛恨情仇 有機會我再跟大家稍微聊一下這一塊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有一點複雜 就是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帶過的 好那大多數我們會去動這個平胸手術的 就是因為不太喜歡自己的身體 不太喜歡自己的胸部嘛 所以很多人會選擇去動這個手術 然後把自己的乳房的脂肪細胞 然後或者乳腺細胞全部都切除 就不用一直穿著樹熊 其實是很怎麼講 很不舒服的對 所以這個手術算是 替很多人解決了一大部分的煩惱 或者是不舒服的狀態 而且其實樹熊穿久 就是因為他就是一直壓著我們的胸部嘛 所以就會乳房會變形 然後甚至會有乳腺炎之類的 就會有其他的疾病的產生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很不喜歡 或是真的知道自己需要做這個手術的話 其實去動這個手術 對自己來說是一個蠻好的一個決定跟改變 對 但就是你真的要知道自己在幹嘛 OK 那我自己的話是在2015年的時候 動平胸手術的 所以其實距今 距今對 到今天已經是六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其實我自己的經驗跟歷程 可能會跟現在的狀態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但其實做的那個方法是差不多的 只是以前的技術可能還沒有那麼成熟 而且以前還沒有這麼多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最近就近幾年真的是 越來越多人在討論 還會有各式各樣的素人去寫業配文 或是網紅去業配等等等等 所以平胸手術好像變成一個 非常的商品化的一個東西 但也代表就是他現在是一個 比較成熟的一種手術了 比起我那時候動手術的時候來講 其實我覺得現在已經算是 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善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蠻好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話 對我來講他的優點就是 我不需要一直穿素胸 所以就省了一個煩惱 然後對身體也不會有這麼大的負擔 還有一點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平胸手術之後 我走路就不會再駝背 因為我以前就是非常討厭自己的胸部嘛 所以就會希望他不要顯現 所以我平常走在路上的時候 都會超級駝背 就是這樣 就是 把會 不只是就是下意識的就是 放輕鬆的時候會稍微有點駝背 這樣就可以擋住我的胸部 就會讓那個衣服是 從肩膀那邊往下垂下去 胸部看起來就不會這麼大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非常非常非常 拱背的一個狀態 導致 因為我整個青春期都是這樣子 就是都是這樣子的姿勢 所以我現在其實我的肩膀 肩膀是往前漲的 我骨頭是整個往前 即使我就是 動手術之後 就是非常的努力的抬頭體胸 就是非常努力的就是 改正這個不良的姿勢 但是 就是已經 已經 成型的這個骨頭的狀態是 沒有辦法回復的啦 對 所以其實 還好啊 還好我當初就是 那個時候就動手術 如果我再更晚一點的話 可能就沒有 可能會更糟 我不知道啦 但就是 這個動手術 確實可以改善 駝背可以改善 這方面一點點的問題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點 就例如說 動貧窮手術 你就是把你的脂肪 然後乳腺細胞 全部都 都去除掉 所以你 動了貧窮手術之後 就再也不能 哺乳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是一個不可逆的現象 所以 如果你真的 想清楚要動手術 不然的話 如果你知道 有想要生小孩 或是補育下一代的計劃的話 這可能就要好好的考慮 再來就是 呃有些人動手術 因為我等一下會提到 就是手術的種類的不同 但就是有些是 傷口會比較大的 那一定會有疤 那如果是很在意 就是疤痕的話 覺得不好看的話 那這方面也可能 要再多考慮一下 那再來就是 因為 呃就是切除之後 你就會把裡面的一些 細胞組織都拿掉 那神經也會 一併的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 所以很有可能 你動貧窮手術之後 你的 呃你的乳頭 就會沒有那個敏感性 那如果這對你來說 非常重要的話 你可能就要再考慮一下 因為真的動貧窮手術之後 有很大的可能性 你會失去那樣子的敏感度 它可能還是會 感覺還是會回來 可是它就像我們平常的 一般的皮膚 你碰到的感覺一樣 它不會有就是 讓你有性興奮的感覺 對 所以這是 平胸手術的優點跟缺點 對我來講 可能還有其他的 呃因素 或者是想法 呃我沒有提到 或是我沒有感受到 那就是大家可以 多去聽 多去看 然後自己衡量一下 自己要什麼 平胸手術呢 就是把胸部變成平坦的 就是把它變平坦的 一個手術 就是說簡單來講 就是去除你胸部裡面的 呃脂肪跟乳腺細胞 對就是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 當年我在做 我是六年前做的嘛 那那個時候做的就是 其實 做的也 怎麼講 就是 技術沒有到像現在一樣 這麼的純熟 就是醫生啊 或者是醫院方面的經歷 跟就是 呃知識或是技術 都還沒有這麼的豐富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做起來 都還有一點點皺皺了 或是凹凸不平的 沒有像現在這麼的 現在做起來都很漂亮 我覺得 而且 現在的平胸手術 它還有一點 幫你做塑形的一個 一個步驟 就有些 醫生他不是 只是把你做的 裡面的東西 全部拿掉 他還會幫你做一點塑形 然後讓你的胸型 看起來更漂亮更飽滿 就不只是把它全部拿掉 有點乾乾便便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就是 平胸手術這件事情 有越來越好 越來越純熟啦 那當然我那個時候做 雖然是 我覺得啦 跟現在比起來 一定是沒有現在的手術 這麼的完美 但是我覺得 以我那時候的狀況 其實我做起來 還算滿意 對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有拍一支 YouTube影片 我在那一支影片 有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我目前就是 動完手術六年之後 大概胸部長什麼樣子 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目前平胸手術的種類 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大類 就是一字型的 跟乳暈型的 那當然還有其他 就是比較細微一點的分類 像什麼T字型啊 棒棒糖 或什麼微笑型 天天圈什麼什麼的 就有很多種 就是一開刀的方式不同 然後會有不一樣的命名 但是最大的兩個方向 就是一字型跟乳暈型 所謂的一字型呢 就是在你的胸部下方 開畫一刀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 全部取出來之後 把多餘的皮膚也剪掉 然後再縫合回去 所以這一種 手術的方式 會比較適合 胸部比較大的人 或者是 你的皮膚彈性 沒有那麼好的人 因為如果你胸部比較大 那你把裡面的脂肪 都拿出來之後 你可能皮會 有點鬆鬆的掛在那裡 像那種沒有氣的氣球一樣掛著 所以其實是需要把 就是多餘的皮膚剪掉 然後再把它縫合回去 那這種方式的話 做起來就會非常的漂亮 因為你可以很完整的 取出所有的東西 然後把皮也都拉好 拉滿 然後再把它縫回去 所以這種方式是 做起來會是胸型 最好看的一種方式 但是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我們在做一字型的時候 他會先把你的乳暈跟乳頭 把他起來放在旁邊 因為你想想看 就是如果你的胸部很大 然後你把東西抽掉之後 他不是會掛在那裡嗎 那你把多餘的皮膚 剪掉之後再縫合回去 那你的乳頭跟乳暈的位置 一定會跑掉嘛 所以做一字型的話 基本上就會把你的乳頭 跟乳暈先拿起來放在旁邊 然後等你的胸部都完成之後 然後再把它移植回來 那這樣做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非常完美的把 就是你的乳頭放在一個正確的位置上 所以如果你是一字型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個 非常正確的地方 然後胸型又很漂亮 但缺點就是 因為你的乳頭是有 完整的離開過身體的 所以你的神經 基本上就會被破壞 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性 你的乳頭是沒辦法 回復到以前那種 很敏感的狀態 就是說有些人他的 在跟伴侶的性關係當中 性關係 不會講話 性關係當中 乳頭的敏感度 會是他們的 性行為中間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或是因素 那有些人他如果 他覺得如果他自己 乳頭沒有這樣子的敏感性的話 可能對他們的姓氏 會有很大程度的印象 那他可能就要好好考慮一下 到底要不要做這樣子的手術 那再來就是一字型的話 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他是胸部下面開一刀嘛 所以你開完之後 一定會有長長的一條疤 所以這個如果很在乎疤痕 覺得好不好看的話 那這個也是要考慮的一個因素 那另外一個就是 會有比較小疤痕的手術方式呢 就是乳暈型的 那他就是在你的乳暈的四周開個洞 然後呢再進去 就利用抽脂的方式 把你的脂肪啊 還有乳腺細胞 全部都拿出來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他的傷口就只有乳暈附近嘛 然後又很小 所以其實基本上都看不太出來 只要就是醫生的技術夠好的話 其實就是你這樣肉眼一看 是看不太出來那個疤痕的 但是這個缺點就是說 你沒辦法去調整你的 那個乳頭跟乳暈的位置 所以這樣子的手術方式 比較適合胸部小的人 就是你在開刀完之後 然後你就讓你的皮膚 自己去長回去 所以你的皮膚也需要 彈性比較好一點點 如果有比較嚴重一點的下垂啊 或是變形等等的話 就比較不適合這樣子的 一個手術方式 對但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手術方式 因為沒有把乳頭跟乳暈拿掉嘛 所以有一部分的可能性 它可以保留住原本的 那乳頭的敏感度 所以這個也是有些人會 很希望能夠進行 乳暈型平衡手術的一個原因 但是這種乳暈型的手術方式的話 他因為沒有把乳頭跟乳暈 整個拔除嘛 拔離開你的身體 所以他可以很大程度的保留 你的原本的那個神經 就不會被破壞 所以你很有可能就不會 會失去像那個一字型一樣 失去這麼多的敏感的敏感度 對敏感 或是你乳頭的敏感性 對所以其實這個手術方法 就是蠻多人會選擇 就是因為他希望可以保留這個感覺 但是這個缺點就是說 因為他只是在乳暈周圍開一個小孔 然後把進去裡面抽脂嘛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你脂肪沒有抽乾淨 或是組織沒有拿乾淨等等的 或是技術的一些問題 就會讓你就做完之後 沒有那麼的平整 你的胸型就不會那麼漂亮 不會像一字型的這麼漂亮 對 就像我自己的話 我當年就是動乳暈型的手術 所以我做完之後 其實我的胸部是有一點皺皺的 就不是那種就是泡水泡很久 皮膚皺皺 是一整片都有一點點 凹凸不平的感覺 對那是一直到我現在用了荷爾蒙 然後開始有在重訓運動 然後有一點胸大肌之後 才開始把它撐起來 才好看一點點 胸型才好看一點點 對 所以這方面也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在平胸手術前就多運動 然後有一點點胸大肌的話 其實做完之後 胸型會更漂亮更好看 對 我動完手術到現在已經六年多了嗎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算還滿滿意的 就是雖然說不像 呃現在的手術這麼完善 就是當年那個時候 但是我覺得做完之後 呃不會沒有什麼太大的後遺症 然後沒有很說 胸型很飽滿很好看 但是至少就是擺脫掉那個腦人的胸部 那也換來了這六年的自由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非常值得啦 那如果有想要看一下我就是術後恢復的樣子 跟就是過這麼多年之後大概長什麼樣子的話 可以到我的YouTube去看 我有拍另外一支影片 那影片是在比較像是QA的方式 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然後也有坦胸漏背了一下 跟大家分享我現在的胸部大概長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對 大概就是我個人的一個分享 跟平胸手術的一個種類的介紹 那我想說是平胸手術這件事情 其實他算是一個蠻大的手術 畢竟他要全身麻醉 而且他是一個不可逆的 你的胸部你的乳腺細胞摘除之後 就沒辦法再回來了 所以如果之後想要哺乳 會有哺育下一代這樣的需求的話 可能真的要再考慮一下 那畢竟這也是一個大手術嘛 所以我是建議啦 大家還是就是多聽多看 不要就是很輕易的相信網路上的一些資訊 畢竟我自己是覺得就是這個 現在有個現象就是蠻多那種 會請素人幫忙寫文章啊 或者是請什麼樣的網紅去代言去業配 就是搞得好像越多人講的話 這間好像就做得越好 但其實我真的覺得這東西非常的個人 就是你要看你自己適不適合這間診所 或這個醫師他開刀的方式 或者是他術後的樣子是不是你喜歡的 就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樣子好 但是不一定適合你 還是需要去好好的做功課 好好的了解 就是這件事情真的急不得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找慢慢的看 然後多諮詢多問 不要傻傻的就被醫生虎的一愣一愣的 他說什麼就什麼 就是其實資源很多啦 就是上網多看一點 多看一點可能醫學的文獻資訊 然後少看一點業配文 少看一點 就是在那邊 把人家說的多好多好那種文章 好不好就是 多找一些有用的資訊 會對自己就是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有很大的幫助 再來就是這個手術 他也不是一個給你百分之百 掛保證的一個手術 不是說你動了之後 你就可以長得多好看 或是你可以變得多好多好 就是這件事情還是非常的看個人 跟你的體質有關係 跟醫生的技術有關係 跟你術後的復原跟保養也有關係 就是有太多太多的因素 都會去影響你的結果 所以不要抱持著一種非常美好的幻想 覺得我做了之後就可以怎樣怎樣怎樣 就可以非常好非常好看 或者說你看到網路上那些人分享 覺得他做完之後整個那個 哇有夠漂亮 我希望自己也可以變成那樣 但是我得說 一來這有可能他就是在業配 二來就是真的做失敗或是不好看的 也不太會願意放到網路上被大家 就是可能給大家看或是分享出來 所以你能夠看到即使不是在業配 也有可能他就是真的是做得很好 他才有那個自信想要分享出來給大家 但是也有很多是可能失敗 或是做得不好看的 這些東西你都要考慮進去 不要看到人家很好 然後你就覺得你也要去做 這件事情就不是真的不是一件小事 雖然他可能跟我們跨南的HRT 或是跟心肺從事手術比起來 就是真的算九牛一毛 但是他也不是一個小手術 也不是說兩三千塊可以結束 因為現在不負責任的打聽到大概是 16萬以上到20萬20萬以上的都有 所以這也不是一個小數目 那就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評估去諮詢 然後考量一下自己的需求 然後再去決定要不要動刀 再去決定要給哪位醫生動刀 對 不要我希望這一集就是做出來 只是想要讓大家更了解平胸手術 然後更了解這件事情 而不是希望大家就聽完我就說 太棒了我也要去做 然後我就去做好不好 那今天大概就先分享到這邊 稍微的簡單介紹一下平胸手術的種類 然後大概是怎麼樣做 然後你可以有什麼樣的選擇 在你真的有想要做平胸手術的時候 可以稍微有一個簡單的架構跟方向可以去了解 那下一集應該是下一集 就是之後的話我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那個時候去做平胸手術 從事前的諮詢評估 然後到動手術到之後的復原等等 等等這一系列的過程 再跟大家稍微詳細的分享一下 那今天節目就先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或是有鼓勵的話 想要跟Devin說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到我的Instagram去私訊我 在這邊留言也可以 反正就是隨便 有任何的話想說的都不要客氣來跟我說 那也別忘記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然後Podcast也可以訂閱訂閱下去 那我們阿塔南海跨雨晨不定期出發 今天就先到這邊啦 我們下一次再見 掰掰